接下来的话,这一题我刚刚有提到的,这个逻辑很简单,而且这个也是一个之前在某某寿险公司上课做这个学问的问题。 因为他每天就是要这样转,12345678123,然后就把那个数字贴到在后面。 如果一个的话,那就是这边填移,然后这边有几个。 所以我分析一下,这个逻辑就是中间顿号的总数加1,就是里面商品名称的总数。 如果说里面没有顿号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加1嘛,加1的话,那过来就刚好一样。 所以里面的话,关键还是会有个kons,那kons的预测值还是等于0。 如果加1,放过来刚好的1,所以这地方的话是第一个重点,就刚刚一样有个kons,所以kons很重要。 如果你将来要算里面的数量的话,那建议你就是用kons,关键就是等于0。 然后逻辑里面发生的话,就把它kons等于kons加1,最后把kons的结果丢到你指定的图分子里面去,就完成了。 这个流程,所以这个算是累加的一个技巧,无论你在哪个地方都可以重要的写法,所以这一题也不例外。 但是这一题比较麻烦的,因为我们那个,刚刚是4J有没有,等于1到它的字数嘛,那这个字数我们是知道的。 可是这边的话有一个地方,就是它这个顿点的数量,我们没有办法说,从某个地方知道说,它到底是有几个。 所以变成说,它那个不确定长度的,所以这边说,这个叫不确定的。 那刚刚那个是有确定的,而且可以用LEN,判断说几个字嘛。 那怎么办?所以这个地方,我想了一招什么,就是用什么,用一个查询,查询的函数。 在,也是有里面用fine的。在VPA我之前有用过,把它改成什么。 找什么呢?找这个位置。 如果他找不到,他就告诉你一个123,找你第三个字,4567,第七个字。 那如果他结果找不到的话,他就告诉你等于零,等于零意思说,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跑一个,蹲快回圈,告诉他什么? 你先帮我从头找,他会回来三。 那当然你不能又从头找,从头找又找到三。 所以势必,请你从第几个字开始找。 三加一。 意思就是说,帮我从第四个字开始找起。 那找到呢?找到第七个。 第七个之后,你又不能又从第三个找,这样又找到七个,为什么? 七加一。 意思就是说,从找到的那个字,往后再帮我找。 直到找到这一个,维持了。 他再加一之后,这边就没有,没有就零。 就结束了。 OK,那意思就是说,你一直帮我找到没有综号为止。 这个叙述的话,这个是有一个重点。 而且是VBA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回圈方式。 就是所谓的do file回圈。 do file后面接的就是一个逻辑判断。 什么逻辑判断? 就当它,如果你要让它继续找的话,就是当那个找到的位置不等于零的时候,继续找。 可是呢,有一种情况是,如果等于零的话,那就离开这个回圈,它都不找。 OK,所以这边就说,这个回圈呢, 在写法,那我们来看一下,我先demo 一下,最后的结果。 当然如果你不会的话,就,这边一, 然后这边的话,一二三四五,我会需要, 不知道几个,十个好了。 那也可能数错,一二三四五。 那如果你会的话呢,你就怎样,按一下按钮。 你看,刚刚我要数错了。 那你说哪个数据,我跟各位讲, 我相信电脑,我 不太相信分工。 因为人会算错, 电脑会算错, 没发生过了。 它要不就是跑,有bug, 要不就是,一定是正确的。 所以有时候反而, 你说人可靠,还是电脑可靠。 我反而,你说我宁可,想个, 发点生意,想个程式来把任何问题解决, 我也不要叫一个人去做一些宠物性的事情。 为什么?因为, 第一个可靠, 第二个效率高, 第三个省钱。 为什么?因为你叫一个人去那边嘛,每天都做好好的事情, 那就写个程式算了, 那个人就可以去做一些不有利的事情了吧。 对吧? 所以,如果创意要省钱的话, 因为你创意要能够赚到钱, 就是你要花最少的人力成本, 因为现在人工太多了, 请人真的是不划算。 所以很多时候,我宁可,如果那件事情 可以用程式解决的, 那就不要找一个。 如果可以用云端, 可以用一些技术,可以用server解决的, 那又用事物准备。 那你看现在疫情, 你会发现很多产业, 10级的产业都萧条, 但是电子商务产业, 或者是虚拟环境的产业, 不受影响。 为什么?因为像我最后发现, 我很喜欢买东西, 那不是到13年去买, 而是到网路上面买。 有时候买都太超过了, 虾皮还有缅运, 缅运又一个大, 缅运都不用运备, 以前还会想买很多东西再来, 但不用了, 所以有时候每天疼, 然后去费店商, 你又来了, 不好意思,我要取货, 当然一样的道理, 很多东西也很可能会慢慢的被城市取代。 什么地方?其实很多地方, 这些其实都是显得意见的。 可是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完成? 所以刚刚各位看到了, 一样, 我们如果要全部的话, 我是建议你先做一个。 做一个的话你会买, 第一个其实没什么好测试, 因为他们有顿号, 所以你可以用A3去测试。 那怎么测试? 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边我有把那个城市也要放云端, 第一段城市的话我们先执行一下, 我是用A3, 用这一段有没有, 这一段的结果放在这里, 先做一个, 然后再做全部, 道理跟刚刚一样哦, ok,这没写的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重点呢?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一样用什么? 首先第一个呢, 你会发现, 我一样有个Cons, 不过我这边加一个icon, 不然一样我把它名声统一就可以了, 等于0, 有没有? 底下的话就是, 我要让他去找, VPA.E3, 去哪边找? 去这个储存格, 里面有没有找,找什么? 找这个顿号,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哦, 他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的F是什么? 1, 2, 3, 所以他会把3放在F里面, 那如果画了这边之后, 后面一定是逻辑判断, 有点像以符后面放的东西, 一辅, 那只是说呢, 如果说当这个后面逻辑判断, 为True的时候, 他就会去做下面的事情, 但是为Pause哦, 就是不是真的哦, 他就跳离回去, 所以他会一直做一直做, 如果一直True一直True, 因为一直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 他就一直往后面找顿号, 但是直到什么, 找不到顿号为止, 那问题啊, 我要怎么样让他一直往后找, 所以后面我有个固局, OK, 所以呢, 我先找他是3对不对, 那都快哦, 你一直找哦, 直到呢, 当什么呢, 当F不等于零, 不等于零, 就是意思就是有找到顿号, 你就继续找吧, 所以因为第一次有没有, 我上面有个固承, 3嘛, 那所以他3, 是不是不等于零, 不等于不等于就意思往后找, 那我就把什么, 把icon的把它加一, 意思是说我找到了3, 那意思是说我先找到一个顿号哦, 然后我就把它先存到前面去, 一个顿号, 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样让他继续往后找, 诶, 关键来了哦, 有没有发现, 这一行复制过来, 其实这一行哦, 其实是这上面这一行, 复制过来的, 但是呢, 如果你写这样的话, 他又找到3, 又找到3, 那这样一直跑会怎么样, 就会变成无穷违圈, 所以无穷违圈就是, 他会鬼打才会跑不出来, 为什么他一直找到3嘛, 从1开始找到3, 一直到, 没有啊, 这个层次都会一直跑到, 会跑到档基为止, 因为他没有出口, 没有啊, 多幻文学有一个危险性, 就是说你那个罗纸写错了, 他就跑不出来, OK, 跑不出来的话, 就可能跑到档基, 才会停, 其实那话其实就你电脑档基了, 不过当然如果你遇到这种状况, 你可能要记得, 如果VBA有个快速键, 叫Ctrl按住, 再按那个左, 右上角有的Break, Ctrl按住按一个Pose, 有没有看到, 上面是Pose, 下面是Break, 你就Ctrl Breaker, 这个时候他就会通断了, 这个要强制通断, 不过你要赶快按, 你不会太久按, 因为按跑太久, 他最后跑到档基了, 你再按来不及了, OK,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一边你要让那个找到的位置, 加音进去找, 所以这边有一个地方, 你可以在这个参数, 前面加一个参数, 叫什么, 我按这个, 印随按F1, F1有个说明, 他这个说明里面告诉了什么, 他这边有个中华5star, 对不对, 所以这个渔法里面, 中华5意思说, 这个参数是可以有, 也可以没有, 所以他用中华5, 所以以后你看到他的渔法中, 中华5, 意思说你没有, 那我就从1开始找, 但是如果你有, 那我就从你告诉我的位置, 去往后找, 所以这边是哦, 我们如果没有这个, 他就一直找到3, 我想要, 可是如果说我这边改的话, 让他什么, 从开始位置, 开始位置从哪边找呢, 这边说记得哦, 这个是最多F的, 什么, 从哪边找, F3加1, 够点就可以了, 诶, 懂的意思吧, 就是从13加一个字之后, 再往后找, 哦, 这一题的, 画龙点睛之处, 就在这里, 哦, OK, 如果你可以懂那道理的话, 这里面的程式非常好用, 甚至你可以拿这个程式, 改写成全文监溯的程式, 也可以用这个改, 因为我这以前, 我使过全文监溯的程式, 大概也是类似用同样的概念, 然后一直找, 你要找哪个关键字, 现在是找顿号人, 你可以把它改成, 使用者输入的一个关键字, 让他找到, 然后找到之后, 把你他找到的那个前后的前后文, 就步步一样, 把它拉出来, 可不可以, 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直到跑到没有为止, 然后怎样呢, 因为如果往后找, 变成说, 他从第三个字, 大概就第七个字, 所以他第七, 第七面再加一第八, 往后找, 有没有, 那找到哪里呢, 找到这边为止, 找到这里的, 这个动号呢, 后面没有了, 没有这边, F等于0, 如果F等于0的话呢, 那就跳离这个回圈, 跑到这里了, OK, 所以这边就要多坏喔, 这些难度是, 回圈最高的难度, 因为很容易会无穷回圈, 但是相对的也是最好用的, OK, 难度很高, 现在没其他的,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如果这个OK之后的话, 我把这些先清掉一下, 给力的掉, 跑一下, 除除十个字, 当然如果你不太确定说OK, 你可以按F8, 如航跑, 游标放在这上面, 看着等于0, F8, F现在先找到第1个是3, 1, 1, 1,2,3, 然后do while, 这个条件为true, true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会进去里面做事情, 帮你加1, 所以加了1就等于1, 然后再往下找, 因为这个加了1变4, 所以他找到了变7了, 下一个, 直到没有为什么, 他一直找到没有为止之后的话, 他就直接帮我把结果输出, 9, 总共9个顿点, 加一个, 就是总共有几个商品, OK, 输出10个,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先做完一个, 他做完一个之后剩下怎样, 他外面再包一个回圈, 就全部都做完了, OK, 所以底下的这个, 底下这个部分的话, 在外面再包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的写法跟刚才一样, 两下推通, 然后enter两下打一个nets, 然后并且呢, 把这一段程式, 刚刚刚一样, 搬到回圈里面, 应该有印象, 刚刚一模一样, 把他翻过来, 有没有, 然后按一个tab, 所以方法都一样, 最后的话呢, 把什么, 把这边改的i, 把这边还没有sale, 我直接把它改的i, 然后把这边改的i, 这样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 OK, 试一下, 都没问题, 直接, 大功告成, 起滑右边,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有跟大家前一题, 一样的部分就是抗证, 那多一个叫做外围圈, 不过做外围圈, 对各位来说是有点难度的, 但是, 如果你可以把诸化围圈学会学好的话, 那其实很多地方, 只要是那个逻辑是不确定是处的话, 通通可以用诸化围圈,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 后面我们课堂会用到蛮多地方, 尤其像, 比如说你要把资料夹里面, 可能不知道几个档案, 全部合并成一个档案, esale, 比如说里面每个档案都, 博业部通通要把它汇整在一起, 比如说可能各年份嘛, 比如说一百年一百年一百年, 里面可能一到十二月一到十二月, 那我就要把它全部变成一个就好了, 可能十年的这个资料就汇整成一个, 每个要分散, 或者是全公司, 可能每个部门每个部门都一个, 那可是老板觉得说, 好好把你专业把各部门, 全部都汇整的一个档案, 不然我每个都要打开打开, 很浪费我的时间, 你帮我把它汇整整一个, 那以前你怎么做, 复制贴, 什么不是复制贴, 你还用复制到那个后面, 复制到那个后面, 如果可以的话, 你用租化, 我们就这样, 不管里面有几个, 全部都合并在一起, 程式会很难写, 其实不会, 后面会讲到, ok, 所以请多一顺, 然后租化回春部份, 那程式部份我有一样有把, 最后完成的程式码, 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们要参考的话, 可以看一下那个, 云端白板上面的这个什么, 范例计算, 资料数量, 瓜糊有个顿点分隔的程式码, 那我刚刚写的程式, 云端上都有,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ok, 试一下这部分, 这一题其实不复杂啦, 但是我觉得蛮重要的, 尤其是那个, 路快有那个写法, 然后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 应序函数, 然后关键就是那个F加1, 逗领这个地方, 这一题里面最精彩的F加1, 就是这个动作, ok, 如果这个动作你没有做到的话, 就无穷违圈了, 那请各位试一下这一部分喔,